歡迎收看全球現場 沒有天下 我是李小如 這星期來看的話題是 毛小孩有撫慰人心的療癒能力 比利時一家醫院 打造了寵物探病室內專區 讓長期住院的患者 可以一解思念之苦 至於在澳洲 這是有一隻零有執照的輔助貓 他幫助主人克服創傷壓力 穩定情緒 重拾正常的社交生活 澳洲坎培拉的虎斑貓小土匪 是退休邊防官員安索爾的 生活好夥伴 走到哪兒都帶著他 已經成為社區與網路寵兒 小土匪還是少數通過認證 零有執照的輔助貓 幫助安索爾克服工作 造成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安索爾退休前領養了小土匪作伴 幾乎同時也診斷出得了PTSD 有人建議他找一隻輔助動物舒緩焦慮 他認為小土匪親人又聰明的個性非常適合 於是展開訓練 但輔助動物的執照不容易取得 要通過出入公共場所安全測試 證明他會服從主人提示命令 不會驚慌也不會亂咬人抓人 此外還需接受深度壓力療法的訓練 並且證明在主人需要的時候 能適時伸手按壓 達到穩定神經的按定作用 很多人家裡都養寵物 但如果生病長期住院見不到他們 也是千長寡度的壓力 比利士的聖特魯多醫院 就打造了一個室內專區 允許親友帶寵物來探診 寵物熱情活潑的反應 給患者很大鼓舞 更有副原動力 但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感受到和喉嚨 那是不一樣的照片 我們有尋找到 但尤其是在討論 我們會討論 我們會討論 這也很舒服 如果他們的家庭還可以看到 也許是在一個廣場的設定 或是在長期的拍攝 考慮到醫生與污染風險 絕大多數醫院都不允許在寵物進入 多年來 聖特魯多醫院也只讓患者 在醫院外的露天庭園跟寵物相會 這次在癌症慈善機構資助下 打造了跟醫院相連 但是獨立的專屬空間 讓患者每個禮拜 可以跟寵物見面相處一小時 使用後會清潔消毒 目前只允許毛狗進入 從九月份開始 醫院還計畫引進治療犬 進行心理和運動功能的復健 工人新聞是會中編譯 哥倫比亞海洋保育團體 他們拍攝到了罕見的 母精捕育幼鵝的影片 而在西班牙植布羅托海峽 近四年接連發生了虎精 攻擊船的事件 而在美墨之間的太平洋海域 則是有揮金 尋求人類幫助 這一連串的消息 也讓各界對於鯨魚生態 和樣貌有更多了一層認識 美三到四年固定舉辦的全球返船海洋競賽 今年的賽程從西班牙的亞利坎提出發 終點在義大利的熱納亞 荷蘭隊加後的船 進入直布羅托海峽之後 意外地遇到了一群虎精來搗亂 船員們為了安全起見 刻意放慢船速靜止不動 僵持了十五分鐘 三頭身形龐大的虎精 終於無趣地遊走 二零二零年起 伊比利半島海域發生了三百五十宗 類似的人精互動事件 虎精追著船跑 衝撞 甚至是把船給撞沉的事故 都實有所聞 美國聖地牙哥大學的生物學家 阿弗瑞多羅培茲 表示這類的互動員因沉迷 但他不認為這類行動是攻擊性的 羅培茲指出虎精是大型的海豚 和海豚一樣 具有好奇頑皮的個性 像是和船競技比賽 墨西哥南下加州灣 太平洋海域的賞金船 則是曾遇到過枕頭 滿部騰湖的灰晶 主動靠近 船長伸手幫他拔掉 這些寄生蟲之後 灰晶不但靠得更近 還像是新花朵朵開一般 樂的在原地打轉 荷蘭的海洋生物學家推測 這些舉動確實有可能是在向人類求援 我們很常看到的 這些威爾拉上山的木頭 都會有大器材 然後我認為這辈子 想要解凍化這些 這些威爾拉上 這些威爾拉上最有關的 所以這些威爾拉上 小小肠肌 最主要是肝脂肌 痘痘 他们会照顾肝脂肌 还有其他可能性的伤害 但他们也会攻击蝸 它们可以有一种粘子的肌 它们可以被蝕蚣 蝸蚣是海洋里的巨无霸 繁殖方式是胎生 以母乳捕鱼幼儿 但科学界捕捉到的实际影像相当有限 哥伦比亚的海洋保育团体去年八月起 曾两度在太平洋海域库皮卡湾 以镜头记录下母座头巾 给幼儿喂奶的真实场面 在南极半岛和智利的麦哲伦海峡觅食好几个月之后 数千头鲸鱼每年会游往哥斯大利加到秘鲁之间的温暖海域 六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会有大批的座头鲸聚集在哥伦比亚外海进行繁殖 这种体型巨大的鲸鱼身长可达十七公尺 体重约四十顿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资料显示 坐头巾的数量正在增加当中 公司新闻王滬文编译 蜜蜂在大自然生物链当中 对于管理生态系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有一项调查显示 受到气候变迁和杀虫剂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美国去年一年有百分之四十八的蜂群因此死亡 是继2020年近半数的蜂群死亡之后的最高记录 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不时停下来采集花蜜 这群小昆虫们在大自然生物链中 对管理生态系统食物供应扮演着重要角色 能够为人类食用的一百多种农作物 包括坚果 蔬菜 姜果 柑橘跟瓜类进行授奋 美国马里兰大学跟奥本大学 发布的研究调查显示 尽管美国的蜂群数量稳定 能够平和环境的授奋需求 但到四月一号的过去一年内 美国蜂群数量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而这其中的原因跟人为因素 虫害 以及气候变迁有很大关联 蜜蜂研究员斯坦豪尔表示 去年蜜蜂死亡比例高 罪魁祸首是一种会寄生在蜜蜂身上的寄生虫 蜜蜂陷蛮惹的祸 这种蜜蜂会传播病毒 加上极端气候跟使用杀虫剂 让蜜蜂难以寻找食物 更容易感染疾病 而这次蜂群的死亡比例 比去年的百分之三十九 跟过去十二年平均数据的 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还高 是二零二零年年度蜂群死亡率 百分之五十点八记录以后的新高 全球养蜂人协会理事长埃文斯认为 这个损失比例让人不安 虽然多数的养蜂人认为 在冬季损失百分之二十亿的蜂群 是能够接受的范围 但仍有超过六成的养蜂人 损失的蜂群超过这个比例 有些人甚至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蜂群 这也代表为了平衡环境需求 养蜂人必须为重建蜂群的数量 付出更多心力 过去在两千零七年 美国曾经发生上百亿只蜂蜂 离潮死亡的情况 当局认为是蜂群衰竭失调 却无法确定导致死亡的原因 当时有许多蜜蜂专家都认为 会造成养蜂职业的消失 艾文斯认为如今养蜂人都已经知道 如何应对 尽管环境依旧存在对蜜蜂威胁的事物 但人相信蜂群不会灭绝 佛寺是泰国重要的观光景点 现在有饮食业者模仿阵王庙内的佛塔 砖墙的花魂把他们做成了冰棒 不仅可以让游客消暑 还成为了拍照的最佳道具 拆开塑胶带抽出冰棒 花魂繁复又写得有些庄园的冰棒 看起来相当漂亮 这是泰国食品业者 五月开始发行的冰棒新品 黎明之花受到了许多游客喜爱 泰国许多佛寺跟佛塔都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又鉴于海内外游客都爱参观 泰国的冰瓶厂商就与知名景点郑王庙 又称为黎明寺内的佛塔砖墙花魂 来制作冰棒 还分成两种口味 蓝色的冰棒是用梦幻蝶豆加上野奶制成 而另一款橘色冰棒则是用 道地的泰国奶茶做成 让游客们到此一游时都忍不住购买 并且跟佛塔一起拍照 业者证为泰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很少人会仔细体验观看 如今将文化细节转换成 人人都能接触到的冰棒 除了为游客消暑 也让更多人发现了专强花魂的美 还有部分游客因此拿着冰棒 比对砖墙纹路寻找平时可能会忽略的景色 而这些冰棒销售的收入预计 也将用于寺庙修缮 以及佛教教育 跟僧侣的医疗费用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那 是热门的观光圣地 但是却有游客跟民众 在街头随处便逆 导致臭气熏天 而有一名艺术家 因此他就在街头 安装了彩色的小便斗 希望可以借此提升大众的功德性 巴塞隆那街头的古墙上 最近突然多了彩色的纸浆小便斗 甚至西班牙城市艺术家 琼科萨最新的创作点子 透过这样的装置艺术 希望民众不要在市区内的古蹟墙角边 随地尿尿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那 并临地中海 也是迦太隆尼亚的首府 全市拥有一百六十万人口 相传由古迦太基的将军建立 建成已超过三千年历史 之后被罗马人统治 因此巴塞隆那的建成比罗马更早 但这样一座文化古城 却因为民众缺乏功德心 随地变腻 臭气熏天 也让艺术家琼科萨 决定做出改变 巴塞隆那拥有众多历史建筑跟文化景点 当地包括圣家堂 加塞隆尼亚音乐厅等八处地点 被联合国家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也有巴塞跟西班牙人两个足球俱乐部 也是一九九二年夏季奥运举办城市 更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五十个人生必有景点之一 全科萨希望今年夏天结束前 能在巴塞隆那装上一百个小便斗装置艺术 来提醒民众拿出功德心 更加爱护这座拥有独特历史的城市 巴塞隆那不光是气味不好闻 今年夏季也经历热量清晰 这个星期气温飙升到摄氏三十六度 市府决定让城市内包括图书馆 学校共两百座公共建筑 成为民众的避暑中心 冷气全面开放 去年夏天有超过十二万人 进入避暑中心 而西班牙正面临今年第二波热浪 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 甚至已飙达摄氏四十四度 各种新闻就要请编译 印度去年平均每人每一天上网的时间 逼近五个小时 从大都市到穷乡僻壤 资讯流通大量是仰赖手机 重度上瘾者也很多 而当地有一个小农村 每天就设定关掉手机电脑的时间 做数位解读 要帮助小孩子转心读书 每天晚上七点 印度南部的小村子巴德纲 准时响起警笛声 宣告一个半小时的数位解读时刻来临 手机 电脑 电视 网络都要关闭 纠察小组挨家挨户检查 鼓励孩子们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读书做功课 新冠疫情期间儿童上网课 上班族远距工作 导致民众黏在手机电脑荧幕前的时间大暴增 疫情过后很难脱离这样的习惯 造成注意力不集中 久坐缺乏运动 以及社交孤立等后遗症 终于让看不下去的家长发起数位解读计划 数位解读计划成效良好 附近12个村子也打算跟进 不过毕竟是小规模社区才办得到 放眼全印度 智慧行动电话爆炸成长 七亿五千万只手机 随时黏在使用者的耳边 手掌心 资讯焦虑与社群网络上瘾 从线上游戏 线上购物到社群软体 甚至叫外卖 虽然网络建设还不够普及 印度人去年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 已经逼近五小时 是法国人的两倍以上 四成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上瘾 也有不少成人寻求协助 22岁的帕提尔努力借除深度手机瘾 把使用时间从每天八小时减少到两小时 关闭所有的社群账号 过去两年还定期造访心理治疗师 长期抗战才走出被手机控制的人生 全一度专门帮助手机上瘾患者 借除的衣食也大量增加 由于多数印度人都靠手机看新闻 上瘾危害的不仅是健康 还会促使假新闻更泛滥猖獗 梦买的事实查核网站boomlife 致力于打击偏颇误导的网络资讯 经常忙不过来 在当地用户最多最普及的通讯软体 WhatsApp已经成为假讯息的散播中心 政治宗教各种锁定对立族群的不实攻击 挑起分裂偏见经常造成流血冲突 甚至私刑谋杀 网军在近年来几次选举 腥风作浪影响力日益作大 印度的智慧手机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十亿只大关 在全民上网的时代监管诈骗与假讯息 防止沉迷 削弱竞争力仍然是一场硬仗 公司新闻是会种变异 肯尼亚有一间学校盖在沙漠里面 专门培训学生数位科技能力 由于当地有许多地方都缺乏硬体设备 沙漠学校就成为不少学生的救星 他們期盼可以藉由参加短期课程 可以学到新的电脑技能 为求职增添竞争力 在肯尼亚北部的土耳卡那 有一栋设计新颖 具有红色外墙的建筑物 他其实是一间学校 正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教授数位科技知识 博敦是使用AI软体或是架设网站 进行影像设计 这些内容都是沙漠学校授课范围 由于肯尼亚许多偏远地区 硬体设备不充足 网路通讯也不稳定 不少人选择来沙漠中上课 减少缺乏设备的问题 该校自2020年设立后 已超过680位学生入学 沙漠学校多数课程 时长约为一年 在第一阶段训练结束后 学生可以针对个别需求 进行特定技能专业培训 为职涯增填优势 不过肯尼亚是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间学校又恰好位于沙漠地带 师生只能仰待校舍 及学生宿舍的特殊设计 在炎热天气下努力学习 公事新闻良言编译 在时尚之都巴黎 很难看到大尺码服装店 一家大尺码定制服务品牌 创办人他就直言服装市场的成本就归 扼杀了大尺码衣服的产制 但是无论胖瘦都应该享有 在店面试穿衣服的乐趣和自由 女性也不用等到减肥才能够穿得美美的 依照身形去设计的服饰 也能够穿出时尚感 漫步在巴黎第九区的杜哈佛拱廊街 三十六岁的网红派翠莎 木木卡玛 多数只在店外走走看看 即使进去标榜加大道4XL的H&M 他还是买不到衣服 派翠莎从小深受裁缝母亲的熏陶 拥有浓烈的时尚感 对于市面上找不到大尺码的服饰店 他认为是服饰市场的问题 这形同对大尺码族群的歧视 尽管很难买到适合的衣服 但是派翠莎也不愿意将就 不想蹲在家里上网买衣服 他知道大尺码女士的服装设计 关键之一 在于小腹的尺寸 当他在一家名为做我的 檸檬水服饰店 发现了这条牛仔裤 像挖到宝藏般开心 做我的檸檬水瞄准大尺码的女士 设计适合她们体态的服饰 品牌创办人莉莎·贾奇特 秉持穿衣服应该是自由而开心的初心 创办了个人品牌 而名称背后有着暖心的机缘 贾奇特十四年前 从波尔多搬到了巴黎 当时阿姨送她一句话 如果人生给了檸檬 你就做成檸檬水 金句总能带给她能量 更催生了独有品牌 服装市场经常拿成本的问题 限制大尺码服饰的设计和生产 假奇特不以为然 一件大尺码的衣服穿起来 是否舒服和身 设计打扮得靠精密的三维测量值 还得从腰围和臀围抓出小腹的尺寸 并且使用适合大尺码的纺织材质 儘管被歸类小众服饰 但是假奇特不以为意 她坚持自己的定制路线 依照顾客的需求设计服饰 让有钱也买不到衣服的女士 也能享有试穿衣服的自由和乐趣 共事新闻章属分编译 感谢您这星期的收看 下星期同一时间 群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是李小如 下周再会 下周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